大隱、隱於市 因為中港歷史特殊的政局關係 香港各區大街細巷都曾經充斥著不同的武館 無數逃難而來的國術宗師都在這裡定居 令國術在香港曾經百花齊放 詠春體育會成立於1967年 是香港第一間在政府註冊 受當年四大探獎 以及各路國術泰斗支持的詠春重地 我是李玉昌,詠春體育會今屆主席 你好,我師誠是葉證師傅 葉證是葉問宗師的第二仔 由1996年開始跟他 這裡是我們叫池塘 以葉問詠春來說,我們叫池塘 水渠道詠春體育會總會的會址 在這裡把我們現在的詠春蒙拿出來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很有紀念價值 很有傳統性 越前,內地綜合格鬥狂人徐曉東 以十秒KO太極師傅累累 掀起武術界軒然大波 Denis認為,大家如果實事求是 事件引發各路武林同道思考國術的實用性 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我自己的看法或者見解 簡單一點,我不代表這麼多人 但是因為社會不斷進步演化 近這二、三十年 所有的資訊都行得很快 因為資訊發達令世界很容易接軌 我們一定要保留我們這個傳統的詠春拳的味道 我們要保留這個 但是亦都向這個世界接軌 去看看別人其實現在做什麼事才行 那你才可以 你的功夫的修為才可以慢慢提高 好像現在近年興起 近年可能都多二十年了 所謂的綜合格鬥技 當然你說是一個比賽形式 但是比賽也好 那其實別人在做什麼呢 你知不知道 我們的功夫可不可以應付到 或者去融合到在現代的武術裏面呢 那都要值得我們去思考 那其實我覺得 簡單說回我們詠春拳 其實我們的動動、腰馬或者我們的手法 可以對應到在一些所謂的綜合格鬥技裏面 只是我們有沒有去訓練 由我們詠春 傳統詠春的技術裏面 演化到這個 當然這個已經不屬於一個傳統詠春 不過 都是我們詠春拳的味道來的 但是一定要 兩樣要並存 不可能不保留傳統 只是發展這件事 那你就沒有了根 我們一定要保留根 但是又要發展這個 對應世界的運動 你不可能自己顧布自方的咳嗽 有著這樣的現景 Dennis今年初嘗試把詠春拳術分為一至八級 由第一級小念頭 去到第八級教練級 師傅會進行考核 合格後就獲頒法證書 嘗試將詠春制度化 而在2014年 亦都與其他國術總會合辦搏擊聯盟 促進不同門派的實戰交流 中國武術的實戰和傳承 任重而導遠 武術運動化 屬危屬機 都要看未來各方的機遇和造化 出色 競艦 けれど 有可看未來